每次不会做饭的朋友叫我的那种美食 真是又简单又好吃 这个波罗蜜奶冻太绝了 它的果壶还可以做成美味的糕点 先给大家表演一个徒手开波罗蜜 取心也很重要 都清理掉才能得到干干净净的果肉 一般的水果实的甜度就已经很好吃了 奶茶甜度才20 这个甜度超过26的波罗蜜 得颇好吃啊 波罗蜜的果壶也可以吃 没想到吧 留着一会儿来做糕点 给里面挤上浓稠的酸奶 冰冻两个小时 你就能得到一份朴实乎华 且超级美味的小零食了 不过这样冰冰甜甜的 牙齿不好就吃不了咯 波罗蜜的果壶其实特别好吃 蒸熟剥皮后碾压成泥 其实它的味道有点像栗子 不过更软弱 加上蜂蜜 搅和搅和就可以了 放进冰箱里 冷冻一下 升専尔更好是 3 混合 D 3 3 3 5 火壶做的糕点软软弄弄 好像粒子肥的冰淇淋 外表挂霜一口爆浆的薄罗蜜奶豆 好像吃水果血糕 特别过瘾 甜食果然的让人开心